北韓领导人金正恩 星期三9月13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俄罗斯最先进的航天港进行会晤 普京表示他与金正恩会讨论平壤的卫生计划 金正恩则说莫斯科在与西方的神圣斗争中 得到他的全力支持 两位领导人被问及是否会讨论 从北韩获取供应来补充莫斯科 日益减少的武器弹药库存事 普京表示他们将会讨论所有问题 华盛顿及其盟友认为 服务合作是这次会议的首要议程项目 当记者问俄罗斯 是否会帮助金正恩建造卫生时 普京回答说 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 普京说北韩领导人对火箭工程 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他们也在尝试发展太空技术 金正恩在与普京会晤开始时表示 进一步发展与俄罗斯的传统友 儿童关系是不寒坚定不移的立场 金正恩说 我很荣幸普京总统准备 在发射场这个特殊环境之下 会面的机会 发射站是你们作为太空超级大国地位的核心 现在是我们发射画 Time 沈阳 现在发射 这也是我们来说